在这一节里面呢 我们要讨论一个 国中进入高中的一个 重大的突破就是这个 虚数I 虚数I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一个很神奇的概念 它其实在来讨论 x平方加1等0 我们以前在国中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这个是五解的 但是呢 到高中的时候它竟然变成有解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就是我们就假设它有解 所以重点就是说 这个解呢就是假设它存在 好那所以 它这个东西在 实际上我们会感觉它不存在 所谓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 在数线上呢 其实你找不到一个它的位置 例如说这是0 这是1 那到底I要摆在哪边呢 其实都不太清楚的 这π就可能3.14 但是I在实数上里面 就没有一个它的地位 但是呢我们 数学学家这厉害的地方就是说 反正没有我就把它假设 反正就是假设有一个数 它的平方就是那个 平方就是负1 I就是平方是负1那个数 那个数是什么呢 我们也不知道 好但是呢 这边我想要谈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那个 在数学上我们做这样假设 绝对不是因为好玩而已 最重要的是因为啥 有用 是因为方便 好那我引用Pankare 所以这句话来做开头 就是说经验没有告诉我们 什么东西是最真实的 而是告诉我们 什么东西是最方便的 那这也是我在念了十几年书里面 慢慢体会到的东西 就是说 对 我时候我们就讲说 数学是在谈一些真理 但是其实你看多了 其实就来就知道 数学其实是什么 是在假设里面去看一些真理 所以重点就是怎样呢 其实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其实不知道 就看你的 在你的假设里面 去看他逻辑 讲不讲得通 好那 所以到底怎样假设是好的 怎样假设是不好 那就看怎样 就看你到底要处理什么问题 这个你这个假设 到底对一些问题 有没有帮助 而不是只是因为 符号上我这样定 可以去玩弄它 而是因为它 可以对一些其他事情 带来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才要引入这个符号 好这也是高中要介绍 这个不存在的数的一个重点 就是因为它真的有用 好它有用 好那据说在电池学上有用 但是我其实电池学 还没有学得很好 但是电池学上据说 就有个i的存在 好那在数学上呢 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说 其实你在看三四方程式的公式的时候呢 我们也需要假设 i的存在 那个公式才讲得通 好那这个我后面 会再补充 但这个也不是在高中的范围里面 但是呢 我觉得你了解这件事情 不只是它一个使用它的一个用途 而是你觉得它实际上带给我们一个思考上的提升 就是说你可以假设一个不存在的数 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处理一些事情 我现在对于神学的概念 其实有时候也是比较像这样的态度 就是说到底有没有上帝呢 那其实我就觉得你要去论这件事情 有时候事实上是 它的真实性上是很难去论证的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就假设说有个上帝存在 我们就会觉得有些事情讲得比较通 或者说有一种东西就叫做命运 有一种东西叫做缘分 这种东西就是你假设这种东西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讲起来对我们的生活 事实上是有比较帮助的 那我们就是 姑且就是使用这一个名词 但是呢 如果改天有一个更好的说法 那是时候我们就 我们其实可以抛弃过去假设 然后再接受更新的假设 这是我对于叙述爱的一个见解 就是说它 第一个你要认知的 就是说它真的可能是不存在的 但它是一个人假设出来的东西 第二个 是这样假设 它带给我们有一些帮助 好那对于这边的基本符号呢 我们再稍微这节很快的稍微谈一点点就好了 所以 平方加一等于零 它的解是I 但其实呢 这这解有两个 这有解两个 对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正I跟负I都对 那这边主要就是 要跟我们以前运算 可以那个 吻合 就是说现在可以满足 它可以有交换的特性 那你说负I乘负I 负I是什么意思呢 负I乘I 好那这样子 两个负I就拿出来 就变成负I的平方 再乘上I的平方 好那这样子就得到什么呢 就得到 一乘上负I 就得到负I 好所以这是 S平方加一 它有两根 一个负I跟正I都是 那类似的 S平方加四 也是会有正负二I 就是二I的平方 好那就变成二I乘二I 那二可以拿出来变成四 I平方是负I 然后就变成是负四 就是类似的 我们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处理 更复杂的一个这种式子 好那对于I呢 它其实这边 考试上也是很喜欢考的 就是说它有一个循环的特性 就是说I 那你平方之后呢 你平方之后就变成什么呢 负一 那再乘一个I 再乘一个I就变成负I 那再乘一个I呢 就变成了一 那再乘一个I就变成了I 所以它是四次一个循环 所以那四次一个循环 这边其实 你刚好这里加起来呢 其实就是零 对 就是每四个就是零 每四个就是零 但这里面有什么 有101个 所以有I100呢 I100就是这个就是那个 又是一 所以这一串加起来是一 好 第一个 就是说这边有一些I的计算 这是待会要慢慢再去熟悉的 但重要的是 你要去抓到这个思想上的一个突破 这才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事情 请 我们下期再见